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个人频道 pokervlog的第16集的视频 由于这段时间 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也是比较多 导致每次参与排局都是中途加入 这几次回来剪辑视频的时候都会发现 我最近甚至没有一场排局是有超过3个 小时的 有那么一点小尴尬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能尽量多更新吧 那今天这场排局呢 我又是回到了最初的那个12时排局 并且也是有一个新的可爱的小朋友的加入 到场买入呢 也是1万分布是黄色10蓝色100红色1000 让我们赶紧开始排局吧 今天的第一把牌 我在庄位拿到了一个A沟铜色 在有一个stradle的情况下 轻松开持120 随后小盲跟注大盲棋牌 stradle跟注 这个stradle呢就是新来的服装老板 关于这个新玩家呢后面还会有各种详细的分析 我们先来看翻牌 翻牌是勾六二彩虹面其中20黑桃 在小盲和stradle都过牌到我之后呢 我是也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 在这里过牌的理由呢 可能有以下几个首先第一这个翻牌非常干燥 小盲的翻前跟注是很有可能有各种小对子的 如果这里小盲已经击中了6sat或者2sat的话呢 我们就是无限落后了 同时牌面还有一个是黑桃的 所以我也不会太过于担心转牌出现k或者圈的高张 一方面k和圈是完全在我们的范围中的 另一方面如果是黑桃k或者黑桃圈的话呢 也完全支持我们可以跟注对手的下注 甚至是过牌加注的 那第二个原因也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 stradle的服装老板是那种我们过牌在转牌 有非常大概率会自己打出来的那种类型的玩家 在我在翻牌如果就下注呢 它是空气的话呢就大概率会弃牌了 那在我过牌之后转牌是来了一张草花9 牌面是瞬间变得有所潮湿 不过我们依然是不用太过于担心的 在小盲继续过牌之后 stradle的服装老板果然在转牌行动了 他是选择在380的底值当中 0打了120尺度非常小 那考虑到在这个转牌 还是有可能存在非常多的听牌的 于是我是选择加注到了400 在我加注到400之后 小盲气牌stradle也是马上也选择了气牌 那在他气牌之后呢也是要求看了一下盒牌 盒牌是一张7 他看见这张7之后呢 是马上这个人都跳了起来 翻出了他的77 而我呢则是笑笑说 这个早知道就跟住就好了 看到盒牌就发财了 这把牌我在小盲位可以勾砸色 前面的人都气牌 小盲的开持攻击稍稍调高尺度 140 不过还是开了个季末 大盲和stradle都跟住防御 三人底池 翻牌是k9钩彩虹 我第一个行动再次选择了过牌 是的可能一直有看我往期视频的观众 已经或者早已经发现了 我是一个在多人底池 持续下注频率比较低的这么一个风格 喜欢更多的用过牌 来保护自己的大部分范围 怎么说呢 这种风格有好有坏吧 而且也不是始终就是这样的 也是可以随时根据对手不同 而自行调整的 不过在我过牌之后 大盲和stradle也都过牌 一起来看转牌 随后转牌是一张黑桃8 那在转牌 我肯定是不会再继续过牌了 虽然到转牌也还是一个彩虹面 但是这个牌面 有大量的带对听顺组合的牌的价值 可以拿 于是我选择下注300 只有stradle跟住 单挑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空牌的4 那我想了一下之后呢 还是决定在合牌下注了630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合牌 如果我过牌 对手也一定会拿大量的一队的牌型 也随后过牌开牌的 那我是肯定不希望让对手这样便宜开牌的 不过在我下注630之后呢 stradle是马上选择了弃牌 这把牌 这把牌 我的位置是CEO 在前面的Hijack Limp之后 我用90红桃同色加注挤压到了160 随后小芒跟住 stradle的服装老板跟住 Hijack则是选择了7排 3人抵持 翻牌是7圈3彩虹面 又是一个干燥面 在这个翻牌呢 我们只有后顺的概念 并没有后花 在这个情况呢 我会在有后花的牌面高频的做一个持续下注 并且根据转牌是否增强 来决定是否开第二枪 而没有后花呢 我是选择了一个随后过牌 在我过牌之后呢 我是给我自己发出了一个草花K 我们算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弱的卡顺听牌 不过与此同时呢 K似乎非常契合我们的范围 在小芒和stradle 也都在此过牌之后 我是选择在这个转牌超持下注了700 这个时候 我之前的多人持翻牌过牌策略就发挥作用了 在这个转牌 我们的强价值范围仍然是可以包括77 圈圈 KK K圈 AK 以及AA的 在我超持下注700之后呢 也是很顺利的就迫使了小芒和stradle 都选择了气牌 那在stradle的服装老板气牌之后呢 他也是一直在那各种分析我的这个下注 这里呢 我也就不转述他分析的内容了 只是顺带提一句 他在一些德州扑克APP中的游戏数据是 vp tip30几 pfr5 3bet1.2 这边懂这个数据的观众朋友们就自行体会一下吧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他是不知道我知道他的扑克游戏数据的 这把牌我在hijack拿到了A3草花同色之前的行动是UTG玩家在没有stradle的情况下直接开持了120 但是我是有点困惑的虽然A3同色偶尔可以做一下3bet 但是面对120的UTG开持 同时又是现场生抽码我选择了平跟随后小芒也跟大芒老板也跟四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356彩虹面其中50草花的我们集中了一个抵对后门花UTG是做了一个220的持续下注 半时不到那我有位置是选择了先跟住随后扫小芒7牌大芒跟住三人看转牌 转牌非常美妙我又给自己发了一个增强牌并且增强的非常直接是一个方便A 我们顺利从底队提升到了带顶队的两队 而且前面两名玩家也都过牌给了我 那我自然是不会在这个转牌让他们看免费的合牌的 不过在下注的尺度上我是选择了半持600 因为这个转牌并没有听花 所以我也就没有选择更大的尺度在我下注600之后只有UTG继续跟住单挑看合牌 最后合牌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好是一张7牌面形成了单4沉顺 这里我们倒也不是担心UTG会有4的组合 但是UTG则会担心我们会有4从而阻断了我们拿类似像AKA圈这样子牌的价值 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在UTG合牌再次过牌之后 即便是我选择只下注了980半持不到UTG也没有选择跟注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收下了一个不错的底池 接下来这把牌呢就紧接着刚刚这把我的位置从Hijack变成了Lowjack 手牌从A3变成了A圈 于是我选择自己开持60那这把牌的主要故事呢也就发生在了番前 随后CEO是选择做了一个随bet到220之后小忙的服装老板跟注 大忙也跟注 前动回到了我这边 这个情况对于我的A圈不同色来说呢还是比较尴尬的 A圈不同色是绝对非常不适合在不利位置游戏多人随bet底池的 那又考虑到CEO玩家的随bet的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而此时底池中的死钱也非常诱人 是的 相信很多有经验的观众也都已经知道我的选择了 我选择做了一个4bet到1020 在我4bet到1020之后呢CEO是弃牌了 但是小忙的服装老板仍旧选择了跟注 在他跟注之后后手是只剩下了1400 大忙弃牌底池2480 然而这把牌我并没有给自己发出我理想的牌面 我是发出了Go86全红桃的翻牌 而更加有趣的是小忙服装老板是选择做了一个Dunk All-in他的后手1400 算是逼迫我们做了一个虽然难受 但是简单且一定正确的决定就是弃牌 那在我弃牌之后小忙则是很得意的翻出了他的勾勾 又说了一堆巴拉巴拉的 而我也只能默默的选择继续洗牌 准备开始下一把牌 好的终于结束了我的发牌任务之后呢 我们也是迎来了今天这场牌局的最后一把牌 位置在装卫 起手牌是我的范并色方片 组合是六七 是的我摊牌了 我一直以来随机竖范并色的花色是方片 不过在这个影片发布之后呢 我肯定会重新选择我的范并色 这把牌之前是Hijack Limp 我范并到了120随后小忙跟注 Hijack跟注三人底池 翻牌很美妙 AK4全部方片 我在这个全色牌面是选择持续下注了一个小注 120 只有小忙跟注 随后呢转牌是一张红桃八 不过这里也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就是在小忙过牌之后发牌员开了个小拆 以为我也过牌了就立马发出了合牌 合牌是一张黑桃七 这下就有那么一丢丢的小尴尬了 不过当时考虑到牌局已经是最后一圈了 那我也是主动提出说 那就这样吧 都不打了 合牌比大小吧 原来小忙是石沟杂色 其中一张是方片 具体哪张我也忘了 他表示转牌我下注的话 他也不会再跟注了 不过在德州扑克牌桌上 大家觉得这话能信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好的那今天这场牌局差不多结束了 这场牌局的水位是水上1600 那伴随着某些政策的放开 牌局也确实逐渐多了起来 我接下来也会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影片 那没有订阅我频道的小伙伴记得点击一下订阅哦 已经订阅了的小伙伴也不要吝啬您手中的赞 我们下季影片再见了 拜拜